怎麼那麼像迪士尼的感覺啊 好漂亮喔 好可愛喔 好可愛喔 嗨大家好我是霍兒 昨天坐了請台列車抵達到岡山 然後抵達到岡山的時候六點多 就是天都還沒有亮 所以我就在那個車站裡面等了一下 現在七點多了 然後天已經亮了 終於可以走出來 剛才放好行李 我現在要去搭那個路面的電車去岡山城 我剛剛正準備要前往岡山城的時候發現他現在還在營業時間外還是九點才開始然後現在七點四十五所以我就買了一杯星巴克坐在這邊先耗一下時間 我剛剛在星巴克那邊趴在桌子上睡了半小時就睡死了 但是我想就是本來想要趕快起來振作一下結果真的是太累了又多睡了20分鐘我現在大概時間是九點我真的要來出發去搭那個路面電車 從岡山A級下來的話你會看到很多的這種公車站牌 這好像都不是路面電車 路面電車的話要再繼續往就是左邊那邊走走過去 反正我是看Google Map如果大家來的話也可以看一下這個Google Map會比較清楚 他們都在愉快時停車的周圍 我現在是旁邊看上去的小滾車 我們來到台湾鉄車裡兩家有些人的 geben 我們在外出的地方在道路面電車 我們在下河山下河山上河山上河山下河山 主要是海外原人的天下河山 洋蔡山河山旁邊 你们看他那个车厢的前面还挂着那个圣诞树的花圈 好可爱哦 路面电车搭到城下A期这边 然后这边有一个这个 就是往下走的一个地下街 哇超可爱的一个列车来了 怎么那么像迪士尼的感觉啊 哇好漂亮哦 好可爱哦 好好笑哦 刚才拍到一半还没讲完 走这个路口下去 然后他那边就有写往前走就可以到那个钢三层 钢三层那边就有后乐园 所以现在就从这里面走下去 我以为只是一般的地下街 没想到走下来还有一个喷水池 现在的天气 呃九点多左右 有一点好像有点飘雨 那又没有就是不需要拿日散的那种程度 但我看天气好像等一下稀一点就会放晴了 这里就是钢三层的外围 路口的地方 你们看他旁边有一些枯枝树叶 然后跟他搭配起来别有一番风味 在那个钢三层的本层这里呢 的旁边也有一个小小的围墙 然后那边有一个小小的一个建筑物 然后这里面的话它叫做乌城公园 现在看到的石头是江户时期初期建造的 原本被埋没在地下 不过在平成五年的时候被挖掘出来 我觉得这些石头看起来还蛮壮观的 有这么大颗的石头 然后里面也有小小颗的 然后你看他们这样堆叠起来 变成一座城墙 说真的这样的制作 我觉得还蛮壮观的 刚刚从这个门走进来 它叫做不明门 然后上来了之后呢 看过去这个就是钢山城 这个地上都是那种 红色的五角形的 红叶 就是钢山城 所以就会有一个石头 然后就要在这里 就会有一个石头 吗 嗯 钢山城入场券 大人一个人400日元 然后可以顺便买一下 那个厚乐园640元日币 钢山城的这里面也有赤物柜 可以放行李 但是我覺得它做的有一點像是台灣的那種那個 零菇塔的感覺 我怕我這樣講等一下那個會被公幹 這個是岡山的忍者乘坐的交通工具 那邊還有那個門這樣可以拉 你們看眼前的那個螢幕 然後有兩個雕像在這裡 然後這邊就有說這個槍你可以試拿看看 這其實還蠻重的 然後可以就是這樣瞄準他們 然後這邊有按鈕 就是可以掃射的感覺 那另外一隻 另外一隻的話可以用旁邊這個比較強的牆來掃射看看 然後你這邊做瞄準 瞄不過去 那個人瞄不過去 看一下這個 有一點好像在打仗的那種感覺 爭槍實彈 那另外這邊呢也有刀 這是應該算是劍 它也可以試拿看看 其實都蠻重的 尤其是大把的這一隻 哇這個超重的 我覺得這個女生應該拿不動 應該是要男生 而且這個真的要殺人的話真的好重喔 這邊有一間烏城咖啡 然後在旁邊有很多的座位 在這邊喝咖啡休息的時候 前面還有那個螢幕 可以聽一下歷史的解說 這匹馬在這邊呢 它不是雕像功能 它還可以騎唷 剛才工作人員有邀請我去上面做做看 二樓上來這邊有一些古物的展示品 細鳥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我才刚刚走进岡山后乐园 就觉得好像被很多竹林给包围住的感觉 后乐园这边也有售票处 但我刚已经在那个岡山城那边买了 所以我就不用在这里买 我可以直接进去 前方这个建筑物 叫做贺民馆 在贺民馆旁边这个建筑物 它的屋顶有一点合掌屋的建筑的感觉 它叫做盐养亭 盐养亭是这个后乐园最主要的一个建筑物 因为在里面呢 它可以将眼前的这些美景呢 竞收在眼底 在盐养亭的这个旁边呢 有一个叫做花叶之池 花叶之池上面可以看到有一些鸭子 还是鸭子 那它在六到八月的时候是赏荷花的最佳季节 荣畅桥一走进来很快可以看到一个也是有点和赏屋的那种建筑物 它叫做茂松烟 明明是烟还是眼 那我字有点不太会念 这个是地藏堂 地藏堂旁边呢 有一个超叶树 当时候好像就是在建筑物的时候呢 有用这棵树木庸 那在地藏堂的旁边 这边有一个区块 叫做二色缸 二色缸的原因就是 因为它有樱花树跟秋叶的树 就是它春天的时候会开樱花 然后秋天的时候会变成红叶 只是现在因为是冬天啊 所以都没有树 所以它就是有两种变化 所以它叫做二色缸 这边有一个小池塘 池塘里面还有梨椅 那前方的这个叫做莲池圈 莲池圈他们古代有一个 叫做池田刚正的这个人呢 他最喜欢的建筑物 因为在这里面呢 可以向前看到就是有那种 水上之井的感觉 哇塞 我发现那边 那一区块超多鲤鱼的 都聚在那里 感觉那水里面就是有一些 无油物他们可能是可以吃的 这间里面有卖一些小典型 像是蛋狗啊大福 然后有抹茶还有酒 然后这是热咖啡 然后有柚子茶 然后可以坐在这里吃 这里面有暖气 我点的就是这个蛋狗加抹茶 这样一个set 但是我觉得他这个抹茶跟照片有点不太一样 就看起来蛮小的 但是他这个照片怎么看起来有点大 这就是维心山可以走上来 这个维心山呢 它是一个约六米高的一个假山 它是池田寄政所打造的 因为站在这里呢 你就可以要望这个后乐园所有的美景 这条小溪流到这里 它又做那种Z字型的通道 然后看这个水里面都是青苔 水好清澈哦 这个就是景田 从上面看下来跟现场这样看的感觉又不一样了 在那个小小的鸟居的旁边这边 在那个小小的鸟居的旁边这边 它当时候为了百姓的安居乐业所建造的一个观音堂 这边等巴射的地方 旁边有一个很可爱的游便箱 游便箱上面还有一个鹤 有两只鹤站在这里 游便箱上 在这个冬天面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